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介绍美国当代的哲学家卡普托的真理观 前面我们分享了卡普托提出的三种真理模型 前现代的上帝级真理,还有现代的理性级真理 以及后现代作为事件的真理观 从现代到后现代,真理观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现代真理观的三位重要代表 哥白尼、迪卡尔还有康德 我们看看西方的现代真理观是如何一步步被理性所侵蚀的 作者从哥白尼开始讲起的 哥白尼是最先向我们暗示真理不是永恒秩序的一种反应 而是一种变动东西的人 在我们的中学课本里面,我们都知道 哥白尼提出了日星说 他推翻了当时的托勒密的地星说 这是哥白尼对天文学的贡献 但是哥白尼对我们带来的震撼还不在于此 他质疑了一种看起来毫不怀疑的一种假设 这就是地球是禁止的 这其实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 西方世界观里面的一个核心的假设 在哥白尼过去的一两千年里 西方都是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占主导的地位 在理查德·德威特的世界观这本书里面 就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的一个核心假设 就是地球是禁止不动的 而亚里士多德所有的世界观 其实都是基于这个基本的假设而构建起来的 这个假设从来没有被人质疑过 就是因为它太符合我们的直觉了 因为如果地球是运动的 那么地球上的人怎么会没有感知呢 再也没有比我们站在坚实的地面上 这个更为确定的事情了 但是这个看起来不可能被挑战的常识 被哥白尼质疑了 哥白尼让我们意识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不是禁止的 地球有可能是运动的 哥白尼的日系说给了迪卡尔带来巨大的影响 他让迪卡尔意识到 没有什么常识是不能被质疑的 17世纪 欧洲虽然仍然处于极权主义的封建统治之下 经验哲学依然控制着哲学思想 但是自然科学已经初步挣脱了宗教的浩劫 逐渐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 伽利略在1611年制成了天文望远镜 初次看到了以前肉眼看不见的很多天体星象 他进一步证实了 哥白尼的日系说 后来开普勒发明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 哈维提出了血液循环理论 把医学、解剖学、还有生理学 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 而迪卡尔自己也研究过物理学、光学、天文学、机械学、医学 还有解剖学等等 而以数学方面的成就最为著名 把代数用于几何学而发明了解析几何的就是迪卡尔 从1629年到1633年 他总结了这些年来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 他开始撰写 《论世界》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面 他打算一步步的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 比如星体的形成、重量、潮汐、还有人体等等 但是在1633年 伽利略由于发扬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论》 主张地球是围绕太阳运转的 而受到了宗教的审判 被监禁了 迪卡尔也被吓住了 终于还是不敢把他的《论世界》这本书拿来发表 一直到迪卡尔死后的27年 这本书才出版 但是毫无疑问 哥白尼的日系说 给了迪卡尔带来深深的震撼 迪卡尔思考 如果坚实了陆地都有可能是错误的 那么还有什么是完全可以相信的呢 迪卡尔把这个问题 思考作为自己的思想起点 他提出了著名的《我是故我在》 他在《我是故我在》中找到了确定性 外在的现象 也有了知识 包括数学或者几何学的知识 所有的一切都是可疑的 而唯有怀疑的思维本身 是无法质疑的 因为如果我们怀疑 那么我们就在思考 如果我思考 我就在 迪卡尔从《我是》推出了上帝的存在 上帝是自然的作者 虽然迪卡尔在第一哲学城市集中 有多次论证上帝的存在 但是这个上帝已经不是那个至高无上的上帝了 而是从思维和反思中所得出的上帝 教会敏锐地洞察到了迪卡尔反宗教的小心思 迪卡尔也因此遭到了教会的打压 他的书也在很长段时间被列为官方的禁书 但是毫无疑问 哥巴尔尼还有迪卡尔一样从根本上动摇了知识界 他让上帝和世界变得了可疑 所以黑格尔也把迪卡尔视为这西方现代哲学之父 他确立了理性的第一性 迪卡尔是现代思想的开创者 是现代的制图者 他重新绘制了知识的地图 用现代的身心二元论 替代了古希腊来的现象和理念的二元论 在迪卡尔之后 一边是唯心主义 他们把真理放到心灵中 一边是唯物主义把真理放到物质上 迪卡尔开创了理性主义 而后来的康德把理性至上推向了巅峰 康德的认识论非常有名 他用哥巴尼斯的革命来隐喻自己的认识论思想 但是作者认为康德推崇理性 而且把真理和理性的位置给颠倒了 在康德看来 理性不是真理的功能 而是把理性视为确立真理的根据 真理需要符合理性的目的 康德是第一个否认拥有知识意味着制造真理的哲学家 在康德的认识论里面 他区分了表象的世界和物质体的世界 人类只能认识表象的世界 或者说表象的知识 而无法获得关于物质体的永恒的真理 在康德和迪卡尔之前 伯拉托区分了真正的世界和表象的世界 知识是对真正世界的认识 也就是对理念世界的认识 表象只是产生意见或者说模式的信念 但是康德颠覆了这种认识 真理不是心灵符合现实 而是让现实听命于心灵 康德说 知识只是关于表象的 关于心灵本体构建的 与心灵结构保持一致的现象 知识受制于心灵的状况 而真正的世界处于知识范围之外 作者卡布托说 康德分离了知识与真理 真理只是理性的普遍性上的 形式上的特征 关于真理 康德谈了很少 它只是有一种象征性的记忆 真理从属于理性 理性让真理黯然失色 1804年 康德去世之后 19世纪爆发了一场批判康德的风暴 在风暴中 哲学家还有浪漫主义私人们 都呼吁要回归到 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性上来 回归到生活的具体的真理中 而让真理回归 肯定它对后现代 最具指导性意义的哲学家 就是黑格尔 那下期内容 我们就来介绍黑格尔的真理观 更多精彩内容 请点赞收藏和关注 我们下期内容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收藏和关注